好,昨年首播寒流是來到了第二天啊 TVBS團隊持續帶您來掌握和歡山的最新狀況 不過今天很可惜的雖然是來到了零下-3-4度 但是很可惜就是因為水氣並不足 所以並沒有降下雪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的山坡呢 這個上面其實都已經結成了一層霜了 那可以看到這些霧松的美景 其實是有遊客他們清晨一大早就直接來到現場 那大家我們來問一下呢 其實你們大概幾點的時候就來了呢 呃...清晨五點半左右 那是不是有遇到一些小小的狀況啊 狀況是不是 對啊 因為我們上來齁 路上是沒什麼車啊 因為還蠻早的 來到這裡結果武嶺這邊沒有停車場 又開到那個松雪樓 就沒有停車位嘛 對 從松雪樓又一路走再走上來 走了快一個小時 走了一個小時 那原本是不是本來很冷 都不冷了 對對對現在太陽出來了 嘿嘿嘿 有沒有覺得說就是這樣看到這樣的美景 雖然沒有下雪其實還蠻值得的 蠻興奮的 因為我第一次來這邊看到有霜 那麼多 那等一下要什麼行程嗎 呃... 待會要去爬那個石門山了 石門山 那會不會覺得說希望可以多拍一點照 就是沒有看到雪 但是至少留一點那個紀念這樣子 有有有有剛剛已經拍了蠻多的 跟已經那個雪拍了很多 好的好的好謝謝 那其實看到現場是非常多民眾 其實有些是直接深夜的時候就直接住在車上然後來到這邊 那如果呢大家想要看到這些霧松美景的話呢 那可以看到其實 呃...開車進入到那個山區的時候就可以看到 沿路呢這個山坡上面其實都是有霧松的 那所以如果上山想要看到雪的話 呃...雖然是沒有雪啦 但是沿路的這個霧松美景 還有就是呃... 現場到五里亭這邊旁邊的山坡這些狀況呢 這些美景一片的雪吧 也是讓民眾非常的興奮 然後在山坡這邊拍照 那希望可以留作經驗 以上正經長的消息 時間交換同內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